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26号在上海出席活动 他再度职业他批评北京当局说 中国透过了提供飞弹科技还有其他的武器 攻击这个提供这个俄国可以来侵略乌克兰 说这是犯下了大错 也造成了欧洲的生存危机 然后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赞同他 说绝对赞成伯恩斯大使所说的一切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反击说 伯恩斯的发言不符合事实 背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1月份他们在旧金山峰会的重要共识 好上次哥请教您了 那现在是显示说这两国之间的角力越来越白热化 我想很多是伯恩斯个人的问题 我刚刚讲为什么再度 伯恩斯在三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直接点名指责习近平 说习近平的部分在整个中国当中违背承诺 在中国境内呢那么煽动反美情绪 讲得非常非常非常重 所以其实在三天前就已经非常傻眼了 可是因为你是接受媒体访问 所以中国大外交部没有多说什么 然后于是又继续加码再说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部分呢 就像刚刚讲的美国大使 你要知道过去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 当时多么受欢迎 不只因为他的华人的身份 其实说一直历来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评论当中说 有可能伯恩斯是历来最不受中国人欢迎的 美国驻中国大使 当然我认为是这样子 一方面伯恩斯的个性 因为他一方面自己也是学者出身 在哈佛教外交 所以他的性格里头 他并不是纯然的政治外交官 他是一个比较多么复杂的性格 比如他先前很早以前对于斯诺登的那个事件 他当时就直接指责中国跟俄罗斯 就是说一定跟他们挂钩 有时候他没证据 会有时候像学者一样乱讲话 自己有些乱推论 然后他也支持伊拉克战争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来讲 他比较受争议的一个性格 但我认为这当中 为什么说他个人的因素比较多 不见得是整个美国上纲 整个美国政府 主要原因是这里头还是 因为从去年 在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馆 他们办了非常多的文化活动 61场中国大陆方面 直接间接的都不让他顺利办 也就是我们到美国很多东西要推广文化 美国大使馆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广者 他办了非常多活动 而且很多是伯文斯自己处心基地筹办的 妇女的一些音乐会啊 然后最夸张的是有一场晚上的音乐会 特别请了美国非常厉害的音乐家来 结果停电 所以我觉得这些薪酬就恨了 我相信这还是在伯文斯说这些话里头 不只是他的政治角色身份 我就因为他积累一些 他自己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子的 一些个人的恩怨在这里面 当然你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加码 我认为很大的原因 以刚刚就讲说 以今天的部分 美国总统的部分的第一次大选来说 里面没有提到台湾问题 在中美台关系当中 谈到都经贸 也没有谈到特别正确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有个特别的状况 结论就是 在整个拜登政府现在来讲 底下的爪牙们 大家都有各自的部分意见 各自的放话 它不是一个大一统 在整个对中国或对亚洲政策 当中的一个非常谨慎的发言 最近我们看到在台湾之间的 南海之间 中国大陆都是 伯恩斯只是其中的一环 好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导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呢 本月公布了数据 尽管从2022年5月份开始 英国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 但是英国政府呢 去年的时候批准了价值 256亿英镑的军事设备 以及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这些设备 都销往中国 这使得中国成为2023年 英国最大的军事相关设备的出口目的地 好 不过大家也觉得很纳闷了 因为英国国防部长上个月还指正立立 说北京直接向俄罗斯提供这些武器 用在俄乌战争 结果现在他自己呢 去年向英国出口了256亿英镑的这个设备 就被批评说那你这个武器禁运是不是形同虚色呢 缺钱呢 在英国是缺钱缺带很厉害啊 在英国这个国家是利益起向的国家 它从来不是价值起向的国家啊 你看它在整个的国际政治里面 它什么时候是用价值来决定它的外交政策的 它从来是用利益做它的外交政策 几个例子 要整个的能源政策 要整个走向的立化政策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汽车产业啊 要新能源 也是他们推动的啊 那现在他想说不行不行 那么现在呢这样搞下去啊 英国会破产 所以他们就把脚步放缓了 这是英国标准的特色 我们从来可以看得出来 在亚变战争的辩论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 那一场决定的中国命运的 英国国会的辩论啊 那最后呢是271票对262票 那么少数啊这个通过 当然投票的主题不是为了 是不是要对华发动亚叛战争 而是对这个内阁的这个信任难投票 因为在信任难投票里面涉及到说 你们呢现在这样的做法 会把英国带到BI的 就是往中国要开战的话 会伤害英国 结果没有过了 那我们就把它说是亚叛战争的这个投票 不是谈这个 这个时候有一个提案的人 就是詹姆斯·格雷姆 格雷姆 詹姆斯·格雷姆 当时他提案就痛做了 英国怎么可以做出这一种危害 整个的社会道德 整个的人类的价值的错误的事情 他讲得口个道道 结果不久以后 这个内阁也垮了 格雷姆他们在组阁了 组阁了以后 就第二次的 所谓的 我们就英化人精 第二次的亚叛战争 第一次是他去主导的 他去阻挡的 第二次是他同意的 那人家就问他 说你全部不是挡住了 那么这次同意呢 就创下了这一季 现在所有的国际社会 大家共用了一句话 那就是 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OK 这一句话已经奉行了几百年 所以从这里就来看到 英国人或就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他在整个的国际政治操作上 他永远是现实起向 永远是利益起向 他从来不是价值起向 所以他嘴巴说的 跟他行动做的 今天说的 跟明天做的 他不会有一贯性 他只有利益性 是 好我们要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刚刚结束的 巴黎欧洲国际防务展上 中国团队的数量超过了上一届 有六十多家的军工企业 超过上一届的六倍以上 那其中最受到的瞩目就是 大陆国防企业展出了两款 北约规格的 155毫米的重型火炮 我们要请教上次歌了 因为中国出口武器 现在用北约的这个规格 那是不是 就是这些 因为他用这种规格 但是西方国家潜在的这些 北约的成员国不太可能买 那他的武器市场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次巴黎的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展览上当中 大家突然发现 来参展的有六十多家中国的这个军工企业 我想其实全世界都很震惊 因为过去来讲上一届的部分 大概就是不到十家 一点点比较合理 所以怎么会膨胀那么多 那这个部分大家 大家真的是嚇到大家 所以这里已经有非常多 针对这些点的评论跟分析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想首先是这样子 就是中国大陆其实 过去外界的我认为说 你所有的武器生产 都是解放军内部本身 你没有什么外围的部分的军工业 但是不尽然 大家才理解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 在对于钢铁业 有整个重新大的调整当中 有一些民间的钢铁业 开始转型 这里头就包括 转换成一些军火厂商 当然他们也为解放军的订单会服务 但都比较低调 所以这一次的这么样低调 而且中国让他们高调 中国让他们都去 有没有什么背后的政治意思呢 我觉得应该也还是有 来讲他们的市场 我想在这次特别被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PLZ-52的自走榴弹炮 那么因为它的射程 或各方面来讲 如果它是北约常用的相关的武器 所以完全是通用的 但是中国的造价 真的是只有可能人家的五分之一而已 很惊人 那当然现在来讲说 整个北约国家 你说去买中国的北约可以套用的 这些炮弹 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还是有啦 因为像匈牙利就应该就会买 跟中国的部分的关系 而且还主要是它的市场的部分 之所以在这次巴黎当中 这军火展当中大量展出 你要知道可不是只有欧洲在买 或美国 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炮弹的 真正需要武器的是 包括非洲 包括中东 包括东南亚 甚至中南美洲都包括在内 那这个部分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大家对它的影响是什么 大家在担心说 没想到中国大陆能够 一个能够套用在 包括北约相关的武器 只有这个吗 还有没有别的也能够做得出来呢 低成本供应给这些 所谓过去第三世界国家 所谓南方国家 装置大家有更大的武力的时候 大家在是不是依靠美国看美国脸色 据不通常北韩 只有强大的武器 所以美国要另眼相看 所以中国会不会是 接下来在军火业当中 不是只有欧美主导 至少它在滋养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当中 让大家更强大 配合中国的外交货币 去美元化等等的这些政策 一起有集体性的对抗能力 这是大家现在在看 很有趣 可是美国是比较担心的影响 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